DBS成間快速要持續帶你來關心凱米颱風 雖然中心已經出海 但是這一夜的風雨還是造成了災情 有多處出現積淹水的狀況 根據UDN的報導 其實凱米颱風就導致這個台八船線中和交道有積水 而且高度是大概半個輪胎高 警方也緊急封路管制 而且也提醒用路人要來改道來行駛 而水災商的公所還有警方 也對這永青二號橋的北岸橋台 到縣道168路口來實施封路 另外在台八十二縣的中和交流道的東西 像出口的閘道也都有進行相關的管制 至於縣長翁張良也呼籲了 民眾非必要不要外出 要來確保安全 接續要帶您看到這個新竹縣的弊案 現在是連環報 甚至也被酸了 這根本就是已經整組壞掉 根據《舊時報》的報導 新竹地檢署的偵辦的檢察官 二十三號是指揮搜索新竹縣 政府公務處辦公室等六個地方 也通知九人道案 涉及下水道工程的弊案 其中兩人也被羈押禁見 所以民進黨的新竹縣議員 歐陽廷就批評了 他說這縣府從縣長到基層約聘人員 全部都有涉案說縣府根本是整組壞掉 而且是擊斃已久 另外像是蔡亞軒議員也強調了 這些貪污舞弊的行為嚴重損害了公共利益 也要求必須要來加強監督相關的局處 來避免這公共資源被浪費 接續要帶您回到我們的颱風議題 這凱米呢其實登陸的時候呢 是夾帶非常大的風雨 而且是以強臺的姿態來登陸台灣 但這也是近八年來的第一次 根據Udn的報導 其實凱米就是在今天的清晨零點左右 在宜蘭縣的南澳附近登陸 而且像粉專恩台灣颱風論壇天氣特輯 也點出了這其實也是2016年強臺尼伯特之後 相隔2938天之後呢 首度有颱風也就是強臺來登陸 而且他們還發現另外一個非常驚人的巧合 就是在2006年的時候呢 也有一個颱風當時也被命名為凱米 當時也有成功的登陸 而粉專恩點出這一些巧合之後呢 也讓網友說真的非常的繳 覺得非常的驚奇 而接續要帶您看到的是 這颱風天很多人都想知道 這個浪到底大不大風到底有多強 所以很多人就會靠鏡頭軍來看 只是鏡頭軍這回也hold不住風雨了 根據一七除雷的報導 其實凱米颱風呢 侵襲台灣在還沒有登陸的時候呢 就已經帶來了強風暴雨 東部海岸的國家風景管理處 才在二十四號昨天中午十二點說 就位於海警第一排的監看太平洋的台東 三仙台的鏡頭軍 正在全力知青當中 但是沒有想到到下午三點多的時候 就傳出這個鏡頭軍 已經不敵強風是再次的陣亡 所以導致很多網友正在看發現鏡頭軍 怎麼突然消失了 就留言說這個RIP幫他哀嚎 而其實像之前二零二三年 海葵颱風襲台的時候 同樣有很多網友湧入這個 台東三仙台的即時影像 想看這個鏡頭軍 沒想到在颱風登陸之後呢 這畫面也是變得越來越模糊 最終也不敵十六級的強風遭到摧毀 當時這個鏡頭軍呢 其實是花了兩週才修復完成 沒想到這回遇到凱米又再度陣亡 要修好恐怕又需要一段時間 最後帶你看到 雖然這個凱米的中心呢 已經出海了 但其實還是會持續的影響台灣 因為在颱風北台之後 還是會帶來陸續的風雨 根據Udm的報導 在台灣海峽南部呢 有旺盛的遠遠帶發展 而隨著颱風北台 也會移入南部陸地 所以呢就有這個天氣風險公司表示呢 今天一整天這個海峽上 都會有一波波的雷雨包發展 而且會移入陸地 預計呢這個雨量是非常可觀的 另外呢像是在中南部的雨呢 其實也在快速的累積當中 在颱風南側的環流 也是非常的寬廣 新南風也非常旺盛 預計中南部還是要維持在最高警戒 因為呢這個雨量還是會很大 以上呢就是為您掌握到最起始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換給主播舒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